想要做一點點比較不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走進來 那些都做得還蠻快樂的 至少我覺得啦 多多都還蠻快樂 所以我情願不要到上次會工作去當一個獨立同事 的話今天我覺得還蠻不錯 還蠻不錯的 要說的就是 我的老闆是和黃河裡 OK 所以呢 其實這也是蠻大的一個要素 因為她是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一個人 我覺得我看到她的故事跟她一個人投入的 如果大家認識早年的和明 看到她跟現在 她在社會企業裡面投入的 你知道以前和明總共是有風的好嗎 現在張善政都是她以前她的屬下 了解嗎 所以她的資源是非常大的 我有時候跟她出入一些 像玉山論壇 大家知道玉山論壇嗎 全部都是官員 去的時候 每一個人對她的敬重 她在早年的時候交大的時候 裡面如果你們知道交大 交大看到她的事 每個人都很敬重她 我從她身上學很多事情 她為什麼要做社會企業的 其實是她創立的 她的故事大家都可以找到 後來我們有編她個人家族的 總得傳方的書 也看到她的爸爸 原來他們家的整個的風範 我都看到就覺得很感動 她爸爸是台電的工程師 就是家庭教育等等 一路的一脈相成效 所以我覺得 我最近正在進行那個神奇 航空局民航局局長的神奇 是黃董夫人 她的一本書書 正在變 裡面很多都會很感動 她如何是成為民航局 考慮披靈 然後呢 是女性的民航局局長 整個的貢獻 跟她的那種招呼後輩 幫助這些人的心情 我都可以成當中 作為我的一個範圍 開模 這樣子說 請教一個問題 剛剛聽到說 去年致敬多煮心水 這個問題 我就想說 因為你現在算是公司型的 你現在是社會企業的 你是屬於商業公司型的 這樣的方式 難道不能 就是 如果外面要捐款 它可以用指定用途的方式 或者是說 你們可以跟勞動部 申請專案的一些委託經費 可以很多環道去徵詢一些 經費 或是說 只是苦哈哈的 不再去 要去丟那些 什麼階案的這些資金 你說你們的資金管道 能不能 多餘一點 謝謝 還是以後你有什麼限制 我這個時間 就跟你想的一樣 我就跑毛動區了 但是他 從進處 我去直接問處長 我說處長 請問像新生命這樣 全部員工大部分都是身上的人 就是你們的指數 請問就業基金 就業基金大家知道嗎 就業基金的所有發款 就叫就業基金 發款就在那號基地對不對 有沒有紓困的方案 沒有 那我可以教你 因為我是政府部門 退休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要 你不便為去應變嘛 你救其你的 這區別人工和家屬 只要30個人以上 就可以成立一個行為了 就團體了 你用團體的名義 來去申請這些相關的機會 來去補足一些 一些不夠的地方 那我覺得說 還是用在他們的身上 但是他政府規定說 我要委託或委託 就是被盟利組織 被盟利組織 把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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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是覺得是可以變的 剛剛有舉例的說 我自己的內工 都可以去組織一個 團體了嗎 那你如果說你靠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 改革單位 那個是什麼中心 或者是那個基金外出 如果那邊的支持不夠的話 你還是要一些會從這裏過來 但是就是你要很多 那種處理的方式 去爭取這樣的資源 謝謝 可是我們新生命 真的沒有募款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就是希望 同仁就是 是企業 但是募款不是你用你的 這個新生命的民主去募款 而是換他們 換你的那個圓國之情 可以來幫忙去做 但是他們也可以知道 這個之情就對了 因為我現在是有一點擔心就是說 過去啊 早期就是那個叫勞舞會 他們補出很多這些 身上的群肉的去辦訓練 我們的訓練的頂度不好 首先還是會那個化名的 就是申請補助的 就是 有些都脫離證魂 然後裡面這個是比較正派的 所以真的是良心事業在經營的 你們更應該可以得到一些證魂的補助 但是我的意思說 你不是用新生命的這個公司去申請 而是透過這些他們來申請 一樣來可以從行補助 但是也不用這樣做 因為你說 你還要從你的機會來做一些信 其實這樣不可以當民主 那這個部分 可能就可以從政府 勞動部的或是新北市的 這些地方證 都可以得到一些補助 甚至你們去 做過張人的邪惡 這樣裡面去雕案都可以啊 就是可以入管道拿到的資金啊 你現在你的公益彩券的錢都花 不知道怎麼花 或亂花 那你們應該是可以 好好去爭取這方面的 謝謝 我接下來其實我希望 那個採取合作的案子 如果拿下來的話 我會覺得 一方面我們3100的部分 會過於不變很大 就像北科大這樣 我覺得會扣大到各個的 我覺得別的現實都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蠻重要的 也是跟政府關係的建立 那至於募款 其實我們中心的募款 對基地會的募款 他們已經都很會募款了 所以其實 然後我們現在有成立一個信託基金 信託基金是 就是假設新生命現在 為了開動某一個事業 我們可以跟這個 凱基銀行管理的這個信託基金 申請 比如說我申請我們緊隨的同仁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房屋補助 這樣的領務 或者我們其實真的是 會有一次說 將來新生命 是不是有一些三天令的同仁 已經很厲害可以接案子設計等等 他們自己努力成立 新公司 他們需要一個經費的時候 我就跟這個信託基金來申請 那整個信託基金有五個委員通過 這樣就可以了 對對對 就是他們如果要創意的話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從我們行動團隊這邊 從入信託基金 是可以用這個管道 是這樣 對 我可以私下可以請教 還有沒有什麼配合 OK 但是我其實比較喜歡新生命 基本概念就是我就是靠自己 然後我必須說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問題就是 當你拿酒的時候 你就忘記了你支持你 特別是當你拿酒的時候 你就忘記了你努力這件事情是什麼 然後就把拿這件事情 變成理所的答案 其實不是 我個人的經驗看到的 不是太好 那這個是我很喜歡新生命 就是說 他即便非常辛苦 他們還是自己來 然後他讓裡面的每一個朋友 都知道說 你拿的每一份錢 是你的努力 而不是別人 給這個在意義上 非常不同 那個 有機會我們來談 那個PO 遇到很大的困難 就是一直給的時候 有一天你突然間 沒有給的時候 變成欠他了 像詭異的概念 就是說 我每月給你一萬萬萬 去支出你的生活 有一天我的 減少 變成給你五千的時候 你會罵我 為什麼是給我五千 你還欠我五千 東西是罵 就是說我為什麼會欠你五千呢 可是在那個拿酒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樣 他其實 就變成他習慣一直在哪 然後不知道自己應該要努力 所以 其實在社會企業裡面 我們在推這件事情 即便很辛苦 我們還是希望他可以自己上來 然後我通常在自己的演講 我再講最後的一段時候 我通常會給大家的是 叫做自給自主 封依俗詞 那其實在行政裡面 可以看到 非常的 那種典範的那個 那種這個樣子 我幾乎 除非我真的活不下去 或者我自己 還是很容易把那個東西 把那個機構 把所有人拿給承諾 當然 這個部分還是要靠 你會很辛苦 這是一定的 這是社會企業的特質 當然如果你要從事 社會企業工作 更行 這是你必一定要 歷經的那個 的路程 不過呢 我的經驗是 當你在做一些好的事情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人幫助你 那這些幫助你的人 也不知道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反正就是會有就是 到處都是貴人 那雖然沒有辦法讓你 雖然是貴人 但是不會讓你大富大貴 可是總是會在 事實的時候 去解決你的一些困難 這是我自己看到很多 非常非常有趣的經驗 好不好 我們還有沒有 那如果可以 申請更多經驗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還有沒有想要多了解 我剛剛有表清楚 好好嗎 我下次要注意 連身上都不講 好不好 各位 我其實是建議說 其實你下次跟我們 連身上都不講 都不直接怎麼講 好 就告訴我 我是一個什麼公司 然後我們有很好的能力 很好的技術 去幫你做網頁 去幫你設計海報 去幫你做很多的東西 那就是一般的公司 給你看到那個 那些什麼公公司 沒有差異 這個時候就是 其實生命的另外一個 生命起來的時候 他不再是需要說 你可以 反正 我就認為他 我的東西做得夠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此 那意思 我們在推社會企業的時候 我們期待的就是給機會 對企業來說 在一個大的公司裡面 你的那個實體販賣戶裡面 你給一個社區的一個攤位 如果覺得他做得不好 就把它換掉 如果覺得他做得好 你讓他繼續來 就這樣子的 賣個咖啡也好 賣個早餐也好 如此的一個 我們從來不期待 也不希望 很特別的去照顧 社區裡面的人 所以同樣的對待身上的朋友 你就是覺得 這個工作他可以做 你就讓他做 如果他做得不好 你就請他走 如果他做得好 請你給他機會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太特別 我們從來沒有要求 用的單位 或者是一些其他事業品 需要特別的照顧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 那個馬拉開很多餐 開始有賣麵包 然後我們賣咖啡一下有餐廳 同學會去買 是因為他的咖啡好喝 麵包好吃到不行 所以呢 你早上九點鐘到學校去的時候 對不起麵包買完了 因為前面人家很早就把你買完了 是因為他的麵包好吃 然後我說我去吃飯的時候 也是一堆人 因為他的麵包好吃 然後他是 台灣基本上是屬於養生的那些東西 所以很多人會去買 不是因為他是個社會系列 不是因為他是照顧原住民朋友 而是因為他的東西好吃 這個就講說社會企業 他就跟企業 在運作的時候其實是一樣 只是他背後還有一個社會的意義 因為我們透過這個社會系列 去協助一些需要被幫助的 身體產商的朋友 偏向的朋友 或是其他弱勢組織如此而已 所以不要把社會系列 特別講成一個說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你 一定要如何如何 沒有 我們從來不認為社會系列 你要對他有特別的關愛 只是需要給他機會而已 如此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我們大家會非常歡迎 各位投入社會系列 但是 一樣 如果你想賺大錢 對不起 請你去三四個公司 你這樣賺錢 如果你想 你覺得你需要做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 對我們這個地方 對你的故鄉 對這個社會系列 你覺得有點貢獻的話 我們非常歡迎 你投入社會企業的臉 可以看到 還有兩位朋友 想要多了解 如果沒有 我們是不是就要準備 要結束了 嗨 嗨 請問一下 你可以協理 就像 其實生命這樣的企業 你們服務的最愛 保持希望 可以提供這些商人 然後有職業來的技能 然後去接外面的case 那因為 像不會公司這樣類似 這種類型的社會企業 是營造過這種 因為這個生上者 只能可能跟一般人 有稍微 就是有一點點的差距 那你們需要 跟一般其他類型的社會企業 比較想引出 消耗更多的 資金在做的才培訓商 那那個資金的培訓商 拿捏 你大概是 要怎麼樣去投入 對 像要你去外面 去打仗 去接聽進來 這個資金的人 可以怎麼樣去 去拿捏 謝謝 我們確實需要很多的訓練 可是我們 如果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去請老師來的時候 我大概就會讓我們自己 那一部有新人 跟資深的人工學習 我們自己那一部 就有這樣子 一個 算不成為我們制度吧 就師徒一樣的 就新來那種人 我就會派兩個人 你們兩個人幫他 這個禮拜之內 Illustrator學會 就這樣 我們就這樣學 我們並沒有去 特別找一個老師來學 因為商友跟商友之間 有一種特別的 一個binding很緊密 他願意交別人 所以這就很好了 那除非我現在需要一個新的技術 特別像最近的 我其實就跟我的客戶談 你願不願意 就是我給你自己的愛 可是你也來教我們呢 所以我們可能接下去 我們就有非常好的設計公司 再幫你來教我們 所以我剛剛前提第一個 就是在企業關係裡面 你就要做好 然後變成你的要求裡面 除了你有payment 你的報價單以外 你可不可以加一個訓練在裡面 通常人家都會覺得 蠻願意的啦 for free來教你 那我們可以錄影下來 再給居家的同仁看 我們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我有幾個小組長 其實他們裡面很資深的 我覺得我現在的幾位同仁 大概有三、四位以上 接任何的其他的案子 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你們不要忘記 我剛剛有些沒有特別講 今天這個我們有接案子 有報價單的 可是我有很多是我們 科技公司的代理代管 他們也是案子進來的 棉花科技 然後人報 他們都是固定的把手上的工作交給我們 我們都要達成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長命裡面 這樣累積起來 其實我的同仁說實在 他們如果去這些公司上班 沒有問題的啦 只是說他們想要留下來 是因為這邊這環境是友善的 而且他們也覺得像彼此之間的關係 然後就不強 我們常常就是上線 隨時上線 就講工作 討論工作 所以這個跟一般公司 沒有什麼兩樣 只是我的遠遠都可能 他在家裡 這樣 像我之前講 麒麟這個週末要趕進度 所以他掉班 因為我禮拜三就要交告子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 我就跟他掉 他下禮拜六兩天可以調休 這些就是我們日常的事情就是這裡 對不起我有時候講偏 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在職訊方面 除了我剛剛講的那些 不是說需要付費去請老師 這麼的部分以外 其他的就是說我會去申請 我會跟剛才講的那個 KB&G經濟部的部分 那我們是成為台北市 就是有十個設計團體裡面的其中一個 他們都會開課程 然後另外我也可以申請 如果我像找北科大的老師 專業老師來教我們3D類的時候 那他的上課的費用 我就可以申請 所以這也是一個 所以是兩種 都有可以互相為用的地方 那如果說我如果發現 像我剛剛也可以看 台北台大陸的同學 他用實習的名義 或者是我幫他申請 他也可以來 我最近就剛找了一個公讀 這個女生是德文科技大學 這個女生她是腦麻的 可是她一個禮拜可以來4個小時 然後她走過來很近 這個女生曾經 就是她 我看她的履歷表上面 她已經有3年在和美美工科 就是她的高職已經畢業了 所以她的平面 她的Illustration跟Photoshop 非常的流暢 那我就請她來幫忙我 就是審稿的部分 譬如說我跟她講說 這個有個地方有消息 那你支點 她就在我的商友的旁邊 跟她講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改一改 然後她的時間只要半個小時 然後再給我看的時候 就OK了 因為她很熟練 那我付給她是公讀費 所以一個小時300塊 她就變老師喔 那對於我們那些 沒有像她專門美工科畢業的人來講 她就是小老師了 我就是樣子 就是you always try everything 去完成一個 一般人用一種很豪華的找不到老師來講 我們可能不行 我們就是要切開 好 還有朋友想要多了解 如果沒有我們今天吃吃秀 我們到這邊 我們特別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粉絲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我幫我把時間調給 我們這樣可以拿 開始了 能不能求先先 再請大家借一下雙手 謝謝我們今天的獎勁 跟創作者 謝謝 我相信應該對在場 在從事身杖設計相關的人 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石正就在這裡 等一下大家解散之後 不要急著走 可以死下去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請同仁幫我發下去 我們這半年的課程 我們這裡是新北市的社會企業發展中心 這個場地是跟新北市勞工局合作的 所以這個地方主要是希望培育 跟想要做社會企業相關發展的朋友 不管是個人還是單位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個目標 我們去開設相當多的課程 現在手上大家拿到的是 有關攝氏經理人的系列的課程 這個可能會比較符合大家的需求 因為這個課程的設計目的 是否要做設計的創業跟攝氏經理的人 大家手上剛剛拿到的手冊 如果看到後面的話 也會看到我們有故事沙龍系列的活動 3月21號有一牆故事沙龍 他就是由我們現在在中心這邊 進駐的集中的單位 他們來做分享 他們原本是從NPO起家的 然後是在做高風險家庭的服務 那現在從NPO轉型到就是做公司登記 轉型做設計 那他們最近已經公司登記成功了 那如果大家3月21日有空的話 也可以來聽聽看他的分享 那後面也有關於他們的商品的展秀的部分 然後大家手上應該有拿到一個這個 這個是我們中心的服務的簡介 我們中心有提供顧問諮詢的服務 那可以掃那個QR Code 線上去做點一些 不管您有什麼樣有關設計的問題 我們會幫您找就是 能夠解決您該問題的最適合的顧問 那這個都是免費服務 然後我們這裡有提供設計單位的進駐空間 那一樣大家可以掃上去 就可以下載相關的文件 如果您有需要辦公的空間 有需要跟社會企業跟政治中心相關的資源連結 這邊都非常歡迎大家來做申請 好 那制度性行銷完畢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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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火動最棒的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大家可以去找私貝 帥哥 謝謝 恩 asking 我看到了 這次我們醒來的 明星大夫 我的招 WAR 這個女生 看不出來的 這個信任 獲得 這是我 怎麼說 我怎麼說 您覺得 怎麼說 我知道 你怎麼說 什麼 你怎麼說 對 的是 什麼 做 我比較希望我會把好的來過 而且設計上的都是好好的 就是比較有隱身相關的 當時有看你比較好 然後有機好好的 你的生活機會結束 然後會移植這一個部分在 第三個身體會有 然後另外是你要使用證明的外套 就算多一點 所以我現在的 所以大家就是 我們要 我們要做滿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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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的 感恩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的 來 這邊上面有一個來自 幫我們寫下一個位置 有什麼問題 我剛才一定真的 可以 我們想 � scream 這是個人好的 這裡 我們到了 其實 沒有 你 給我 這裡 你 谢谢大家